在現在的資訊爆炸時代 每個行業都會面臨時代進步 漸漸的都會被新的技術給取代 而我認為有破壞才有成長 所以今天老柯我齁 又要來擋人財路了齁 大家好,歡迎收看空調的小小事 我是老柯 今天要來說 陽光男孩 當然在說之前還是要先打針一下齁 這個影片都是我個人的想法與看法 就僅供參考 如果你已經買了陽光男孩 我就建議你別看了齁 因為你看了只會更難過而已 在我的職業生涯以來 我跟我的客戶推薦了多少次的陽光男孩 這樣子手指頭算一算齁 沒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在我一年前發現陽光男孩的異狀 我整個不知所措 在我不斷的接觸、不斷的發現 換來的都是心灰意人 我努力的想要證明 我發現的並不是正確的 但是卻一次次的打我自己的臉 陽光男孩自從被米國爸爸收養之後 就開始走歪 我發現他的材質被買走的那一年之後 開始改變 而且每一年每況愈下 一年比一年差勁 相比之下呢 每次洗還沒有被買走的陽光男孩 我會一邊洗一邊搖頭 為什麼搖頭 因為以前的材質跟現在的材質真的差太多了 我不禁納悶 為什麼是我發現的 那為什麼其他人看不到 就像解決臭酸問題一樣 一發現臭酸的時候要馬去怪品牌 不然就是你家有用香水、化妝品、芳香系造成的 卻沒有抽絲剝繭的去檢討問題 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找到問題所在 再花了一年的時間證實我的理論是否正確 到現在我還是不斷的挑戰我自己 一直挑戰我發現的理論是否正確 看似簡單的臭酸問題 事實上根本就不簡單 到了我找到問題可以解決問題的時候 它又變得很簡單 所以江湖一點絕 技術說破就不值錢了 但是最值錢的就是在研究的過程當中 所獲得的成就感 只是在我還沒有什麼知名度之前 很有可能交出來的東西就會變成他人的價義 所以我才會設定10萬訂閱才公開湊酸的原因 因為我頻道的設定受眾都是給消費者看的 不是讓我的對手增加實力的 話有點扯遠了齁 那又說回來在材質的問題上面 我認為陽光南海的金屬材質用的比台灣系的同學還要來的差勁 當然我不能給你們看影片或是照片 那行家一看就知道是哪位 我就要被抓去殺頭了 現在被收養的陽光南海洗澡完都有很明顯的發黑現象 還沒有被收養的陽光南海卻不容易發黑 但若用的清潔劑比較強或是清潔的次數增加也還是會發黑 但相對的某些品牌卻不容易有發黑現象 所以我跟你們說一下我現在很矛盾的心情 陽光南海賣得越好我的收入其實就會越高 但是我真的不開心 我在某篇的留言有提到過 我有個客戶是做陽光南海的蒸發器廠商 從40坪的廠房做到4000坪 從第一代做到第三代 他家收養的卻是金太郎 很好笑對吧 但是你能說陽光南海百分之百是因為美國爸爸收養之後才變成這樣子的嗎 我比喻一下一間公司的運作採購的金額這麼大 有沒有可能上頭公司給下屬10塊錢 層層剝削到廠商的時候只剩下5塊 廠商為了要接陽光南海的生意 就只能想辦法達到原本10塊可以下10萬的量 卻變成只有5塊廠商你一樣要給我10萬的量 所以廠商為了要達到這個量 勢必就要在材料上面做功課 那還有沒有另外的可能是 有人在搞鬼 會不會是陽光南海的高層 可能不知道他的材質跟以前差很多 那其實問題就出在一個點齁 就是連冷氣師傅跟業者都不知道的點 就是新的陽光南海外表看起來都一個樣 就算在裡面摻了很多便宜的赤料 你來檢查也是於事無補 因為中間的5塊我發了3塊出去了 他們都跟我站在同一條船上 搞鬼的人根本就不可能會有事情 若真的要檢查也只能在下料製造的時候才能檢查 但問題是你哪知道這包料是原料還是赤料 關於原料跟赤料去看右上方哪一集 所以這次吃虧的是誰 消費者 簽約業者 冷氣師傅 還有陽光南海他自己 而材質的變化需要經過時間的累積才能慢慢的體現出來 就像是一國粥 你今天煮新的跟兩天前冰在冰箱的粥混在一起 你要怎麼查出來新舊的比例是多少 那剛剛說的材質部分 其實在現代的技術 機器一掃就可以知道每一家使用的料的比例是多少 但只能知道他餐的料鋁跟鋁的比例是多少 機器根本分不出來是原料還是赤料 所以就算知道料的比例其實也沒什麼用 反正我知道的是赤料加的越多 雜質就越多 越容易壞的這一點是正確的 若是要抓赤料加的多不多 不能說不可能 但我相信有一定的難度 更何況裁判跟球員都是他的人 你要怎麼查 接下來我會把我懷疑的五點公布給大家知道 若是有能力觸碰到陽光南海的人 我們可以一起來檢視這些疑點 說真的 我真的希望我的懷疑不是正確的 疑點1 QR Code 我在2020年份的陽光南海的手機接收器背面 跟他的右腦皮膚上發現QR Code 當我用我的手機一掃下去的時候 顯示的資料是查無此資訊 這不禁讓我想起我之前洗的一台台灣系的學生 一樣有這個QR Code 但我不解的是東西被製造出來就一定有它的道理 但是為什麼查無此資訊 那是不是這個QR Code用我們的網路是查不到資訊的呢? 1.2 賺錢方式 其實詳細的比較下來你會發現 在價格上最近這十幾年間都沒有什麼變化 難道你們都不會覺得很奇怪嗎? 光是每年的通貨膨脹 怎麼可能漲價的幅度只有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想他的賺錢方式應該是這樣子的 陽光南海是被一個米國爸爸收養 而這個米國爸爸到處去收養有錢利的孩子 這個米國爸爸呢 他還有一家非常厲害的股權投資公司 你若是要當陽光南海的托兒所園長 你就要跟陽光南海的家長簽約 你想想看以陽光南海在台灣的市佔率 他的簽約金額一家托兒所假設是500萬就好 米國爸爸拿每一家的500萬 拿去他的股權投資公司投資 每年下來的利息再給托兒所園長利息錢 而每一家托兒所園長因為有大量的陽光南海 等於被米國爸爸綁在同一條船上 這個就是我懷疑米國爸爸收養陽光南海的最主要目的 並不是為了要好好經營 而是要利用陽光南海的名聲去產生大量托兒所資金去投資股票 所以買下陽光南海有幾點好處 一、可以把大量的托兒所園長綁在跟他同一條船上 藉此船呢,越來越大騷,變得屹立不了 二、促進經濟繁榮 就業機會讓政府開心 三、得到大量資金操作金融股票 四、這樣托兒所園長家裡就會有一堆陽光南海不得不推薦 所以市佔率高 所以很多的業者看到這個方式之後呢 也是紛紛效仿這個經營模式 1.3 改名字 當我拿陽光南海去網路上查詢的時候 我發現陽光南海竟然又改了另外一個名字 而且在台灣的地圖上可以找到原廠已經掛名、新的名字 這新的名字我在牆內查到今年才剛剛改而已 而這個改名的時間竟然跟牆內是同步的 這個就是我非常有疑問的地方 疑點是洗產地 前面三個疑點你看過之後 再詳細的查過網路這些資訊 你就會發現都跟牆內的資訊有關 所以我就在想說會不會是在牆內統一產出之後呢 再經過貨櫃運來台灣組裝 再宣稱自己是台灣製造 其實這樣子的手段大家應該都不陌生了 多少人在做生意的都知道 很多廠商買牆內的東西再拿來台灣賣 價格翻個兩三倍 這個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就算不是牆內產的 我也一樣有方法可以讓大家以為我一直是台灣製造 首先我一開始的確是台灣製造 在台灣製造的這幾年間呢 我不斷的運用電視廣告告訴消費者 我是台灣製造 幾年過後我再把廣告換成沒有寫台灣製造的廣告 這時候再把製造廠換過去牆內 經過了前面幾年的廣告洗腦 都會以為只要是陽光男孩就是台灣製造 當然這只是我想出來不犯法的狀況下 讓大家以為我是台灣製造的方法 1.5 材質 我發現還沒有被美國爸爸收購的陽光男孩 材質都非常好 但是一看到已經被美國爸爸收養的那些陽光男孩 在材質上就有很明顯的改變了 不管經過我的手多少都無一例外 而我在開始發現陽光男孩有問題的時候 其實也差不多才一年的時間 在這個一年來呢 我每當碰到陽光男孩 我還是不斷的想要證明我的懷疑是錯誤的 但是卻一次次的打我自己的臉 所以我需要大家一起來證明我的懷疑是錯的 其實只要是有經驗的人氣師傅都知道 你跟以前的材質一比較就會有很明顯的差異 一開始我以為是因為熱導致結構變化 沒有想到意外的發現某些品牌很難因為熱導致結構變化 所以才無意間發現赤料的多寡才是耐用的關鍵 在我還沒發現陽光男孩有異狀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北部很大的材料商 已經有告知我陽光男孩的問題 但他很明白地跟我說 他不能跟我說哪裡有問題 他只跟我說信他就別賣陽光男孩了 但他即使有這樣子對我說過 那時候我還是不太在意 直到我發現異狀才知道 而發現這個異狀到現在呢 我還是很難過 其實並不是牆內製造就不好 有常常在買牆內製品的也都知道 好壞就是一半一半 很常買來的東西外表長得一樣 結果用起來是不一樣的 但有些品質好到嚇人 但不要用了牆內的東西 再宣稱自己是台灣製造 這招真的很鳥你知道 若你在牆內製造的東西 品質好也就算了 價格還這麼高 還這麼容易壞東壞西的 你真的對不起消費者這麼信你 陽光男孩這四個字 就像20年前 每個台灣系的同學 東西好用又便宜 如今現在的台灣系同學 你買過就知道了 品質呢 真的是有目共睹的 有句話我要跟業者說了 有時候名聲賣著賣著 就不值錢了 但我知道我現在還是很小咖 我在他們面前連個屁都不是 其實我有的時候也很矛盾 我也是一名業者 有時候遇到消費者只會貪心 根本不在乎你的死活 那我為什麼還要這麼替消費者著想 那種花錢是大爺的嘴臉 真的讓人家看得很討厭你知道嗎 但是後來我想通了 我沒有必要把我自己想的跟說的這麼偉大 我所做的一切呢 都只是為了我自己可以問心無愧就好 雖然算了錢少 但是至少問心無愧嘛 那至於能不能活著 剩下去交給老天爺來決定嗎 至於你已經買了陽光男孩 或是其他不好用的品牌怎麼辦 之後我會教你如何自己保養 增加你的使用壽命跟省電 今天這一集就到這邊 喜歡記得訂閱按讚分享 我是空調小教室老柯 希望這一集出的時候 還有下一次見的機會 拜拜 謝謝 謝謝 謝謝